潘朵拉文件所揭发的藏富逃税黑幕掀起了千层浪 卷入这波风暴之中 其中一名政治人物 也就是财政部长南都斯里东姑扎鲁 下午承诺 一旦发现文件所提到的离岸账户有可疑之处 国家银行将则无旁贷 调查到底 东姑扎鲁下午回答 国家行动党扒演国会议员林冠英的相关提问时说 国家银行准备配合警方等执法单位 对文件中提到我国的相关人物与事件开档调查 他补充 国行是执行2001年反洗黑钱及反恐融资法令的其中一个机构 因此有责任协助调查案件 此外 只要牵涉到税务的资料转换 内陆税收局也可以查询到相关的讯息 东姑扎鲁指出 我国的金融监管机制相当严谨 从银行到证券监督委员会 一旦发现不明转账 那都会向当局申报